我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的人生会有这么不堪的一幕 我永远也忘不了今天的感觉 今天我让徐环珊约你出来 是她说她错了 让我出面帮她解决 我也不希望一个 威胁到我儿子安全的人 还留在这个城市里 有些事 就得三个人坐下来讲明白 要不然你听不懂 你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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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相信你 林悠悠 我们俩人的事 都是我的错 我很后悔 我比你大那么多 这件事情 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 然后放了我吧 她到底拿什么威胁你了 是你说爱我的呀 林悠悠 我再跟你说一次 我爱顾佳 我不管她以后 能不能重新接受我 或者跟我离婚 我后半辈子都会真诚弥补 我不会离开她的 徐环珊 你能跟我说句真心话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走吧 你真爱拍这句什么意思啊 你是觉得你赢了是吗 你到底有没有了解过你身边这个男人 你配得起他对你的好吗 除了最爱的烟花 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吃 可是你呢 你连晚饭都不让她吃 她喜欢踢球 可是你问问她 她有多久没有去过足球场 你哪儿来的自信 哪儿来的自信 哪儿来的自信 你觉得你可以拯救她是吗 你看看吧 这所有照片都是我们的晚餐照 林悠悠 你够了啊 这有多少张照片 就是有多少个夜晚 我们都在一起呢 你觉得我们不让她吃 是虐待她是吗 你真知道这个男人有脂肪肝 他才三十多岁就有中度脂肪肝 连保险升级都不收她 我不让她吃晚餐 我也陪着 她有多少天没吃过晚餐 我就有多少天没吃过晚餐 你给我看这个什么意思 要跟我算账是吧 好 那我们来算一算 你们俩吃过多少次晚餐 开过多少次房 酒店的钱 你的房租 一笔一笔给我算清楚 她为你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们夫妻共同的财产 我有权利让你还回来 我忘了 刚毕业没钱是吧 青春还值点钱 我请你了 顾佳 到此为止吧 我现在就把她所有的 联系方式都删掉 林悠悠 你走吧 你好像好爱算账呢 那你看看 这比你算得出吗 我想设计出一款 独一无二的烟花作品 什么样的烟花 我想设计出一款 老大 我为了这一款烟花 我都没有人讲过 但是这个东西 我都没有人啊 没来过我都怪我 追着梦和时刻 不小心把自己 呜